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表现不错 中国股市 澳洲股市 美国股市基本上都是上涨 结束了当天的走势 目前盗雍斯指数报价是29344点 澳洲ISEC200上涨0.43% 目前报价7161点 石油也是大幅上涨接近3% 目前美油价格报价53块5美金 澳元对美金下跌0.1% 目前报价0.6677 比特币下跌0.8% 目前报价是1080美金 很多人问最近黄金走势这么迅猛 那么已经占到了1600美金以上 未来的空间究竟能有多大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一次的黄金价格上涨到底跟什么因素有关 那么回顾一下最近几天的股票走势 各国股市市场继续大幅上涨 尤其是美国持续的创出历史新高 那么中国方面也是澳洲方面都是类似的 中国上证指数呢 已经是逼见了3000点整出大关 所以呢 很明显这次黄金的价格上涨并不是股市下跌的一个预期 或者是产生的一个可能的恐慌抛售导致的 所以呢 黄金价格更多的是资本的一个需求 那么这个需求呢 是来自于央行和机构的一些投资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这次黄金价格上涨到1600美金呢 中间是没有任何很明显的一个阻力 长期的话 我们大家都知道黄金是中长线看涨 尤其是在年初我们报告一月份给到的时候呢 就预计今年会涨到1600多美金 那么当时的价格呢 只有1500美金左右 而现在呢 短短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黄金价格两次上涨到1600美金上方 而这一次呢 是非常坚定的站在了1600 打开了向上的一个空间 因此呢 高盛等投行呢 纷纷把这个黄金价格的一个预期啊 从今年的1600美金附近上调到1700美金 未来的空间啊 依旧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大家如果是想要继续持有黄金 或者是交易黄金 依旧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那么下方呢 下跌的空间也是比较有限的 1550美金 1600点整数关口啊 1580美金等等 这些呢 都是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支撑 那么上去年啊 年初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各国股市啊 也跟今年比较相似 那么就是在1月份 19年的1月份呢 我也是当时给大家提到了澳洲和中国的股市呢 大家可以大量的去买入 尤其是中国上证A50 以及呢 当时推荐了一个股票叫做方正证券 之后呢 是连续几天的涨停 那么本次呢 也是在两周前我们跟大家讲过 澳洲的股市或者是美国中国的股市呢 其实是被低估了 那么低估的原因呢 是因为疫情到来之后呢 股市下跌幅度比较大 尤其是中国回调了15%到20% 那么这样的一个回调 我们列举了 在对比 横向对比美国的疫情 也就是美国流感 现在呢 已经是近千万人的感染人数 而这样的一个疫情情况下 美国的资本市场却没有较大的一个回调和下跌 所以呢 相比于中国市场和澳洲市场受到的影响 其实已经是略大了 那么同样我们对比了前几年 包括非洲等国家 地区发生的一个疫情 当时的一个股票市场的资本走势 我们也会发现 基本上每次疫情结束之后 股市都会收复之前下跌的空间 并且创出一个新高点 所以呢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 假设疫情像现在这几天 有好转的迹象 再加上政府的一些资金上和政策上的支持 那么股市上面会有一个较好的回报 除此之外呢 我们今天晚上也会给大家讲到 在金融市场上面像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 黄金价格和股市双重上涨 那么为什么我本人呢 也选择了很多的个股 包括AMP 现在也涨到2.07以上 很多客户非常开心 因为他们手里买了几十万上百万的股票 在GOMAX呢 大家有一个非常有利的 就是可以用适当的杠杆来做 我们在AMP 一块七一块八的时候 不停地给大家增加信心 就是跟大家讲 很明显我们认为呢 价格不可能跌到九毛钱 对吧 因为AMP呢 整体的市值只有几十亿 但是资产规模已经达到2000亿 所以这样被低估的一只股票 加上大而不倒的一个支持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两倍的杠杆 假设我们有十万块 我们可以买二十万的股票 那么现在涨幅百分之十五 其实我们回报已经是接近百分之三十 那么这个呢 就是在我们GOMAX交易的一些优势 晚上呢 我们网课的时间是八点到九点 也会给大家讲到 为什么在中国股市上 选择了国金证券 而不是其他的证券券商股票 那么国金证券也是非常的给力 三天时间两天涨停 三天涨幅超过百分之二十五 当然了 在回报超过百分之三十之后 我本人也把这只股票给抛掉了 只是道理都是一样的 我们依旧是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为什么选股这么的精准 那么不是每一次都是胜利的 但是呢 无数次的胜利和失败之后 我们总会去总结经验 并且希望下一次胜率更高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很多客户最近也要开户 那么很多餐厅老管觉得生意不好做 也要增加一个投资的选项 那么对这一类客户啊 就是大家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金融市场的 我们给到的就是一些比较低风险的建议 那么举个例子 在金融市场上有两类人 第一类人呢 是靠预测未来的市场走势来赚钱 比方说我想预测明天的这个股票走势 预测明天的澳元走势 那么这个呢 其实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好比于我们开了一家火锅店 或者跟合伙人一起开 开了火锅店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判断我们的口味到底符不符合我们的消费群体 比方说这个区大部分都是潮汕人 结果我们开了一个四川火锅 大家都不吃辣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比较麻烦了 反过来来讲的话 我们假设开了其他的餐厅也是一样的 我们总是要去适应我们消费者的口味 并且做出预判 假设呢大家对我这个菜系菜品都非常满意 那么就意味着我们会获得大量的一个消费群体 那么本身的一个市场回报就会非常可观 那么第二类人呢就是在风险确定的时候呢 我们去增大增加收益 为什么风险能够确定呢 其实呢风险就已经被消散 或者是分散到所有各个小的产品里面 那么构成了一个最终的组合 组合的整体风险就会非常的低 同样是餐饮行业 我们举例呢就是熊猫外卖平台 那么在墨尔本呢最近啊或者是悉尼 那么存留下来的外卖平台数量并不多 熊猫外卖算其中的一家 非常凑巧的是 他们在悉尼的总部跟我们GoMax在悉尼的分部 是同一层办公楼 所以大家偶尔会聊一聊天 那么熊猫外卖呢其实就是第二类投资 那么在市场好的时候 或者是大家对于一家餐厅啊 或者是一家火锅店不满意的时候 并不影响熊猫外卖 整体的一个盈利能力 因为你对一家餐厅不满意 没关系 他还有几百上千上万家餐厅供你选择 所以呢足够分散掉风险之后呢 他的风险就相对非常可控 那么就是需要做的啊 就是扩大他的收益 那么扩大收益也有很多方面啊 他不仅收商家的钱 也收买家的钱 客户消费者的钱 那么本身呢还收我们GoMax的广告费 所以呢这样的投资呢就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我们作为GoMax来讲也会非常倾向于啊 给大家灌输一些理念 那么就是做一个熊猫外卖平台的投资者 或者是运营者 而不是要做重金砸下去做一家火锅店的老板投资者 那么这样的话风险我们就会消散或者是分散掉 在投资领域上 如果我们只买了房产啊 大家现在买华人买房子没有错 但是呢光买房子是不够的 我们重金砸下去之后 如果是房价上涨幅度低于百分之三 其实我们是亏钱的 大家可以算一下 我们有房贷 我们有物业管理费 我们有市政费 我们有各项杂费 以及呢装修费用等等 那么这些成本加在一起呢 至少啊减掉房租之后 尤其是耗损 可能呢就是在百分之三 百分之三点五 或者百分之四 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是房价低于百分之三的 或者百分之二点五的涨幅 那整体上我们还是亏钱的 所以呢重金砸下去开一家火锐店 买了一套房子 整体上我们没有错 但是呢我们分散的风险远远不够 怎么样做到像熊猫外卖一样呢 我们还要去投资少量股票 如果我们只是买了啊 这个银行股 那么也是远远不够的 银行股呢 基本上就是澳洲最大的地主了 虽然呢 我银行股比较稳定 但是我们依旧要去看一些医药行业 或者是科技行业 只有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把我们的菜系做得更加完善 客户呢 不喜欢一颗菜品 没问题 我们还有剩下的几百上千个 那么除了股票之外 我们还要去选择跟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完全不相关的 那就是外汇市场 那么这样的话 又把我们的风险继续分散 此前呢 我们一直推荐的澳元对纽币 现在呢 大部分的人已经是开始获利 这样的稳定的 或者是低风险的投资产品 大家都非常喜欢 除此之外呢 我们今天晚上还会介绍一个 叫做家园和瑞士法郎 那么持有下来一年一手的利息成本 是赚利息 不是支出的利息 我们是收益的 大概是一千八百澳币 而波动范围呢 非常的窄 基本上只在四百点左右浮动 那这样区间确定的一个投资产品 风险也相对确定 我们还能赚利息 大家说是不是比澳元对新来的纽币 还要有吸引力 并且呢 家园现在呢 是处在稳定上涨的一个区间 因为石油是上涨的 那么家园相对也是上涨的 而瑞士法郎呢 相对于比较平稳 基本上属于横盘 所以呢 大家只需要关注 加币就行 那么这样稳定 又有正舱息回报了 我们就一定要关注 毕竟没有人会拒绝 去投资 或者是去关注 一个更好的 更加低风险的投资产品 不管我们是有房没房 有股没股票的 大家都可以来听一下 那么今天晚上八点到九点 我们的网课呢 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全面的讲解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资讯的话 大家可以拨打电话 03-868-0603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